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分享通识科常犯的错误 一般同学有时会以为通识科是一个自由发挥的题目 另外也有些同学可能太在意个别事件的内容 而忽略了所呈现的一些概念 至于在个别卷别方面 在卷一资料回应题 资料运用是一个同学经常了犯的错误 要不就忘了要利用资料来答题 另外有些同学又可能将资料重抄一次 反而就没有做些筛选 另外有些同学可能会不略了题目一些要求 在时间分配方面 也有些同学可能花上大量的时间 去回应自己比较熟悉的一题 令到没办法完成所有的题目 另外在卷二延伸回应题方面 有些同学可能之前没有花时间去做一些选题的工作 令到同学去到答一半的时候 发现自己原来不太认识这个题目 所以又要花时间去转另一题了 另外由于有些同学未够时间去组织他的答题 以至段落之间就会出现了不连贯的迹象 有些同学可能只会运用了题目所提供的资料 而不加到自己一些例子来去作答 另外最后就是要小心留意了 有些同学不是太掌握题目的要求 这些朋友变成了会自由发挥了 所以希望同学都要留意一下 以上的掌握题目千万不要犯了 完成了 您订阅点资料